41. 文匯報 內地多家信託公司停發散營信託 2015年7月11日中國經濟 B.02香港文匯報據《內地證券日報》報導 出於自查風險以及監管等多方面的考慮 內地多數信託公司已停止新增散營信託業務 其中較謹慎的信託公司已內部停止所有投資證券市場的結構性業務 內地資本市場在經歷多日步跌後 槓桿至金中的重要一環散營信託也部分遭遇較大衝擊 報導引述一位信託公司人士估計 這一輪大跌中有超過一半產品足及平倉線 不過得益於信託公司對劣後投資人審核較嚴格 投資者大多資金量充足 補倉後大部分產品並未強制平倉 很多公司現在已不再開新的三型子單元 但全屬的三型信託投資並沒有受到限制 滿 serial城市民受視錯誤 backed by 作賞 雙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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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雙手